苗栗客家童话婚礼迈入第18年来 已经见证了1286对新人共结联礼 今年童话婚礼将在4月30号登场 报名时间是3月24号到3月28号 额满为止 将征求36对家偶 报名成功的新人 还可以获赠价值超过万元的幸福六礼 可爱的花童毛李苗进场 掀起浪漫氛围 也宣告着苗栗客家童话婚礼将在4月30号登场 童话要开了 所以我们利用童话季在西湖度假村 已经联系美瑞县政府 办了18年的集体婚礼 我想这个也创造了很多的幸福的家庭 当然我们还是欢迎各位好朋友 尤其是即将结婚 已经恋爱很久了 尽量报名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当然如果万一报名没有录取到 其实也可以来观礼 我们也非常欢迎 苗栗盛市童话婚礼迈入第18年 已经见证1286对的家偶 今年征求36对 预计开放全国16对 以及新人其中一方设计苗栗县共20对 报名时间是3月24号到3月28号而满为止 今年幸福六礼有住宿券 电锅西兵礼盒等 除了新人抢报名 花童争选也将转开 3月23号开放给大家报名 那你要上传你的生活照 跟这个是我介绍影片 最主要要活泼啦 因为那花童 总共会有六台车 是迎宾的礼车 是这个花童要开的 那它的好礼是 它 呃 现在最有名的电动车是什么 是特斯拉嘛 那我们不是送特斯拉 我们送奥迪A8的小电动车 三至七岁的幼童 预计经两轮争选 选出六名共三对 县福届此也邀请各地的民众 一同到婚礼现场 感受浪漫 欣赏童话之美 对